小满的习俗有哪些 寄车神是小满时节一些农村地区的古老习俗 水车一般是在小满时启动 所以就有了小满寄车神的习俗 传说车神是一条白楼 在小满时节 人们会在水车上放上鱼肉、香炖 再放一杯白水 祭拜时将白水泼入农田 有祝福水燕勇望的意思 我国农耕文化以南高女之为典型 而我国南方农村养蝉极为兴盛 蝉是骄养的宠物 由于湖南养好 所以民间就会在四月放弹时节 举行起蝉节活动 吃苦菜也是小满的习俗之一 苦菜是中国人最早食用的野菜之一 苦菜苦中带涩、清新爽口 还有人体所需的多种维生素、放物质 具有氢热、凉血和启毒的功能